各位知道吗 其实我们体内住的一位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他就像一支信念有数的强大精队 实时就可以保护我们身体 免于外来病原的一个 就是这些病原体的一个侵袭 然后并防止就是体内细胞 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肿瘤或是癌症 那免疫系统并非我们身体某个特定的部位 它是由多个器官细胞物质共同协调运作 其中就包括有骨髓胸腺 淋巴结扁桃体 脾胀盲肠 结合淋巴结 以及白血球细胞 那既有制造免疫细胞 过滤这些异物 还有消灭细菌 以及产生抗体 等功能 那因为无论我们现在的医血 如何的发达 至今没有任何药物 能够期待我们的免疫系统 唯有透过我们平常经衡的饮食 吸收正确经衡纯净的这些营养 来滋养我们的免疫系统 确保它能够正常的运作 发挥保护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国际著名的免疫学专家 就是陈彦国际机构创办人 陈昭辉博士 他一生都在研究 如何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 所以说他一直都希望说 研究营养跟免疫系统之间的一个关联 也是一门非常新的科学 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陈彦的营养免疫学 对平常在照顾家人 让自己获得健康都会非常有帮助 欢迎大家一起来了解 陈昭辉博士的营养免疫学 那今天透过梦莉的分享 希望你会喜欢 希望在2023年跟着梦莉姐一起爱健康 谢谢大家